贺锦丽访问非裔年轻选民开设的理发店 特别坐下来聊一聊 不仅如此还跑到波多黎各裔选民的餐厅 拥抱被川普酸垃圾倒的波多黎各族裔 因为拉丁裔选民很重要 宾州人口约1300万人 勿有选举人票19张 居摇摆州之冠 当中波多黎各亿选民48万人 也是摇摆州最多 因此得宾州者得天下 你需要赢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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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森丽强调两次宾州很重要 是川赫之战的兵家必争之地 来到宾州的跳蚤市场 当地人当然很关心这次历史性的总统大选 宾州的伊丽郡更是全美知名的开票张鱼哥 总人口27万人登记选民约17万7千人 2008年起几乎命中总统大选结果 因为地理上靠近恶害俄州跟纽约州 综合了东部城市影响 内陆工业城农业小镇文化 因此选民组成是全美缩影 共和党 民主党 正面的政策 还有宾州东南边的德拉瓦郡基本上偏蓝 但是现在有不少沉默穿粉 贺锦丽要打败性别天花板 还要巩固票员 因为自2020年以来 民主党在宾州已失去近20万名登记选民 宾州郊区插上巨幅标语 你位在川普的国家挺川超强烈 其实宾州本来是坚实的蓝州 1992年起都是投蓝 2016年唯一例外倒戈川普 近年因为经济衰落 以及隔壁恶害俄州的红化效益 选民对民主党灰心 变成最关键摇摆州 宾州的都会区费城 民主党得票率一路下滑 从2012年的85% 2016年的82% 掉到2020年的81% 都变成川普的机会 更能趁势巩固农村 以及大学学历以下的票仓 川普在宾州造势 吸引上千川粉 根据统计 川普到宾州造势21次 贺锦丽到宾州19次 两大阵营选前之夜 也都即将到宾州 这就是你需要知道 Kamala破坏了 然后我们将把它复制 然后我们将把它复制 这里在高兴 每个人都有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 川普 贺锦丽 谁能入主白宫 最后决战宾州 TV新闻综合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